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张画是吴泳光的同龄人 曼城几帮他写的 因为吴泳光这个时候是34岁 一家兴丁茅行 登过泰山后跟他写过帐 曼城几做一个小官 跟他差不多年纪 旁边提拔的人 是吴泳光的朋友圈 吴泳光考虞电视后 入了汉林 没多久就做了渔史 负责监察天津曹运 后来他就因为做清官 就被人插妆 嫁祸 隔职 隔职 他平时就有去北京楼梨厂 买一些古董字画 原因就知道 苑圆圆和雍芳江 就住在某一条沥丛里面 他就赶紧搬去那里 就认识到他们这两位前辈 就形成一个朋友圈 吴泳光之所以被广东的床家推崇 就因为他拜了这两位老师 将京城和江苏浙江那边的收藏经验 带来广东 可以是一个将北方的收藏经验 带来广东的第一人 对广东杜光以后的床家影响很深远 因为大家都没有这样的经验 都不知道怎样搞 以他为标准 用来 诚名祝差不多 汽笋 1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